致命美食卖场 总是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而且很多忠实顾客 黏着度很高 连外媒也很好奇背后的原因 热狗搭汽水的组合套餐 只要1.5美元不到台币50块 这个价格可是从1985年就没涨过 33年来的坚持就是吸引饥饿的消费者来购物 即使热狗是赔钱的带路货 却能刺激顾客购买其他有利润的商品 看出顾客各种需求 有些门市连棺材和骨灰坦都有卖 百无禁忌 商品种类琳琅满目 因聚犬从出生到死后都照顾到 除了这些之外 以客为尊加上重视员工福利 维持低成本低毛利率 也搭响了品牌信任度 这些有趣的冷知识和经营学 让这个零售巨破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成功杀出一条血路 三连新闻 陈佩鲁博导